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每年的情怀车展这个时候是最累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布展 然后当然我也是会参与到其中的 尽可能吧 因为情怀车展 我们都是所有同事全程参与的 我们并没有外聘其他的帮手 基本都是我们自己自己去做的 像我今天得到的任务是尽可能的 把货拉到现场 然后挪一下车 体力活我们带给他烧帮忙 所以基本上就是开一下车 这个是我非常乐意的 今天我找到这个帮手 当然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吴宁宏光 他作为一部奋斗者之车 他能助选我们的情怀车展 他也是其中一部分 对他是展车的一部分 不仅是展车的一部分 还是工具的一部分 他发挥的作用 在车展上面作为一部工作车 先不说他展车那个身份 明天大家可以看到他展车的一个身份 但是工作这部分 绝对就是最好的一个助手 拉了很多的同事过来 这个车七座 拉了两趟工作人员 是坐这个车过来的 同时拉完了同事以后 就用他去搬货 很多同事开这个车 来来回回 今天跑很多趟了 去运送各种的这种车展方面 那个物料 然后空间大 我们的KD版 它是不能折叠的 所以就靠他去运送过来 我今天这一趟拉完的话 也差不多了 今晚希望我们才通信我 有着力量好放手 大家知道一个指标叫什么 叫红光指数 就武林红光指数 这个指数是什么意思呢 经济越好 红光卖得越好 这个非常有趣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是个正相关的关系 就因为武林为代表的 他的那些车主 无数的奋斗者 开着这个车 在各种的场合 发挥着他们的力量 为我们的工作 为我们的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好 不断去努力 你自己的生活变好 你的家庭生活变得好 整体的经济也就变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事情 红光创造了很多神话 不仅是我刚刚说 像指标这样的一个 还有很多各方面各生意的这些场合 都能看到有五零红光的那个影子 很多大老板在上班的时候 工作着去开一个五零红光 然后去应酬的时候就换一个豪车 这个东西完全不冲突 它不是说一个名片 它就是生产的一个工具 也是社会 所以我经常说在社会基石的一部分 就是五零红光所做的一个贡献 而今天这部车也是那么多展示里面最特别的一部 好 我们马上就到了 好 真是没得顶的 我对你说这个不是很重的 我们找个征途来搬 它这个方方正正的大空间 这些的KD版是不能拆的 我们只可以放在它里面 哇 真是好用度 那座椅切了 装了多少货 所以一部好用的车 它先天就决定了 又耐用 又省油 又不用肉赤 不断砌它 又动它 那条车 说的是不用一百元 七十几元一条 那些比较像是二十元 三十元 全部都有 所以这些车真的去哪里找 五零红光受那么多奋斗者的欢迎 就是因为它真是深知道 奋斗者需要些什么 它会帮它省钱 它会帮它省心 但是同时 不单只是排休解难 你这些最臭臭的功夫 等我来 我去把这些出动火拳干了 你身攻的光光鲜鲜 去参加你的那种体面的派对 这种火我来干 但我依然觉得这个是 最体面的车 最体面的伙伴 我买这两件 我就要把这个车的钥匙交给同事了 因为它作为一个帮手的身份 已经完成了 可我以后也会 和它的另外一伙伴一起成为明天的展车 明天就是你的主场 经过一天晚上辛勤的布展 前怀车展的当天 我们还没开始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你现场了 我们的武林宏光昨天晚上和同事一样一直奋斗到凌晨四点 然后早都没有洗啊 就来到这个地方挂上一个车牌 就成为了我们车展上面其中的一位明星 我们经常说武林的神话它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就是和无数的奋斗者一样 奋斗者创造了中国的神话 我们的各种的经济奇迹 我们实现的各种成就 就是和武林宏光一样无数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一起创造出来的 它真的身份是可以随时可变的 情怀车展上面还有另外一部 这是武林龙啊 当然就是一部情怀车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啊 我和邻居邻居就买了这样的一部车 它当时还不是说去作为工具车是使用的 就是作为一个私家车 哇各种装饰 装着热干凉 然后入冰包装的布局都很漂亮 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然后到现在它在一线奋斗完了 它和它的主人一起实现了财富自由 它又变成了一种情绪价值一般那个存在 所以它的身份是多变的 然后唯一不变的 它永远就是你身边最可靠的那个朋友 这里还我们特意展示了一部新车 是武林宏光的EV 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它做出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没有变的 从武林龙到汽油版的武林宏光 到现在的武林宏光EV 它的设计它的所有都没有忘记初心 无论是车身的布局 或者说它里面的使用的场景 朴实无法 这个车子总是少搞的 对吧 没有问题啊 这个一切就是要可靠 一切就是要为它的主人去创造价值 它和它的前任一样都是那么省油 都是那么省心 在创造最大价值的时候 它尽量不刷存在感 所以武林家族的故事 武林的这种神话 肯定还会延续下去的 奋斗不息 和它的奋斗者一样 继续创造财富 如果你现在处于奋斗的一个阶段 你需要一个好帮手 完全可以信任武林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